屏東縣為配合中央推動疫苗大規模接種作業 在全縣設置11處中大行速打針 並每合長庚 義大 高榮 平肌 布平 福音等醫療團隊進駐 提供更快速 完善的施打服務 許多醫療團隊醫護人員為了支援屏東縣打疫苗 天位量就得起床 相當辛苦 辛苦的地方就是要很早起 大概5點就要起床 然後從醫院搭遊覽車過來 然後一次可能就連續五六天 然後才有辦法就是休息這樣子 高雄榮總支援體育館速打針 每天施打量打2000劑 與平東縣政府配合規劃高效率的接種流程 讓民眾大在感動 走進疫苗站之後 看到所有的醫師 護理師 還有行政人員 都非常熟練的串聯起所有施打疫苗的工作 在施打疫苗之前 所有的民眾那邊都會有一點緊張和興奮 民眾的一些他們的感受 那尤其是在這個速打站一剛開始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注射的對象是老人 而且是年紀非常大的老人 所以我們更能夠體會到他們的不安感 所以我們花比較多時間在做團體的衛教 那我們的醫生也很棒 他知道這邊在地平東人大部分都是聽台語比較多 所以他們會就是會國台語雙聲道 來同時來去做一個說明跟解釋 高雄榮總加醫科醫師曾燕勳表示 前陣子因為媒體報導接種AZ疫苗的副作用 許多長者對疫苗安全產生疑慮 他都告訴民眾自己的父母也接種AZ疫苗 來安撫長輩不安的情緒 就是我遇到不少長輩也是會擔心 那我通常會說如果你是我的爸媽 我會建議你怎麼做 像我爸媽也都打AZ 所以基本上我如果這樣給他們信心的話 他們心情也會覺得 連醫生的爸媽也都這樣 那我就不用擔心了這樣子 打新冠肺炎疫苗對於民眾而言都是第一次 高雄團隊表示 醫護都很能理解民眾的不安 並以同理心對待 緩和民眾的緊張情緒 一天打兩千劑展高效率 也有賴屏東縣政府的動線規劃 也感謝民眾的配合 共同成就井然有序的施打過程 醫療團隊將秉持用心耐心與效率 服務更多民眾接種疫苗 強化台灣社會整體防護力 評論新聞 張如意 劉建榮採訪報導